卡梅隆·安东尼获奖于6月2日宣布退役 社交媒体晒出神秘照片 暴露线索 一代传奇 生涯终将落幕 北京时间6月1日 卡梅隆·安东尼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一片树叶下面是一个字母V 并且标注22年6月2日 英语中 叶子的英文Leave与离开的英文Leave读音相仿 田瓜的这条社交媒体似乎在暗示 自己将于明日正式宣布退役 作为2003年首轮三号秀 安东尼和詹姆斯并称为03一代的绝代双交 他在19年职业生涯中效力过绝金 尼克斯 雷霆 火箭 开拓者 和胡人这六支球队 长军贡献23分 六篮板三助攻 虽然因为可爱的微笑得到了甜瓜的外号 但是当年大闹麦尼逊广场花园 让更多人知道了他那坏小子的一面 由于有留言称他有黑帮背景 不少球迷也调侃当时效力于尼克斯的安东尼称 纽约乱不乱 瓜葛说了算 从15号球一到7号球一 职业生涯也颇具传奇色彩 遗憾的是 即使到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刻 安东尼也没能捧起梦寐以求的奥布莱恩杯 再完美的故事总是有一些缺憾 或许这就是人生吧